发现和分享手工的喜悦 这里是恭喜手工实验室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初建配饰系列 樱花的勾编制作教程 线材采用日本进口极细断缆雷丝 搭配24K包金材质耳钉及进口磁珠 简单的花朵组合出浪漫的小清新 单个材料包可完成一支法叉及一对耳钉 具体配色色号和勾针型号参考材料包详情 购买原版材料包可在淘宝搜索店铺 恭喜手工实验室或店铺号99350333直达店铺 如果想要第一时间收看更多更新的视频教程 找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新浪微博 花朵采用环形起针法 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圈完成后需要翻转到背面 进行第二圈的勾置 一共完成七朵同样的花朵之后 进行配件的粘合及定型即可 接下来进行具体的演示 在起针之前我们需要先将米竹穿到线上 使用中间开口的穿珠针 将穿珠针的开口打开 粘线穿过去 合上开口 这样就可以轻松地将米竹穿到线上 按照这样的方法全部穿好米竹 接下来我们进行起针 先将线在左手食指上绕两圈 右手将线圈取下 接着将线在左手小指上绕一圈 从食指和中指间穿过 将线圈转移到左手的大拇指和中指上 右手拿起勾针 勾针穿过起针的线圈 绕线 拉出 再次绕线拉出 勾一个锁针固定 这样起针就完成了 接着勾一个锁针 作为第一圈的起立针 绕线直接拉出 接下来 我要演示一下短针 勾针穿过线圈 绕线拉出 勾针上有两个线圈 绕线直接拉出 这就是一个短针 但是我们第一圈的短针 在勾的同时 都要固定一颗米珠 接下来我们先将米珠 拉到勾针的后反 开始勾短针 勾针穿过线圈 绕线拉出 勾针上有两个线圈时 先推一颗米珠 到勾针的后翻 勾针跳过这个米珠 绕线 从两个线圈中拉出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一个短针 同时固定好一颗米珠 在背后 我们在这个短针 上翻 针目上 也就是 可以看到 勾针下翻的 这个V字形的两根辫子上 在它的下翻 做一个记号 这里我使用同时做标记 大家也可以用细的别针等工具 来做标记 接下来继续用同样的方法 再勾四个短针 勾针烙线拉出 推一颗米珠 到勾针后翻 完成这个短针 再勾针 全部五个短针都完成后 我们来 从短针的上方看一下 这样V字形就是一针 一共是五针 接下来我们搜一下 起针的线圈 一共有两个线圈 轻轻拉动线头 会有一个线圈先活动 先拉紧活动的这个线圈 之后再拉紧线头 这样线圈就收好了 勾针重新挂好线 我们找到第一个短针的针目 也就是一开始 放记号标记的这个针目 也可以从勾针下方往回数 第五个针目 勾针穿过这个针目下方 也就是同时穿过这两根辫子 这里可以先将记号取下 便于勾之 将起针的线头 放在勾针的上方 收进去 勾针绕线 从勾针上的所有线圈 一次拉出 这是一个引拔针 引拔针要拉紧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第一圈 接下来勾三个锁针 作为第二圈的起立针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固定的米珠 都会呈现在反面 所以我们之后第二圈 要翻过反面进行勾针 这里我们先找一下 接下来的路针位置 第二圈的第一针路针位置 是在第一圈最后一个 短针的针目上 接下来我们勾长长针 勾针绕线两圈 穿过刚才找到的这个 第一圈的最后一个 短针针目 注意看 在接下来勾之前 记得将线头放在勾针的上方 一起收进去 接着勾针绕线拉出 勾针上有四个线圈 绕线从前两个线圈拉出 两次 最后一次绕线直接拉出 这就是一个长长针 接下来我们要在 同一个短针针目上 再勾一个三卷长针 勾针绕线三圈 穿过针目 注意 这一圈每一针都要将 起针的线头收进去 勾线拉出 勾针上有五个线圈 一次勾线从前两个线圈拉出 三次 最后一次勾线直接拉出 这就是一个三卷长针 接下来我们勾一个锁针 找到刚才这个三卷长针 最后出针的两个辫子 勾一个引拔针 勾针绕线 直接拉出 这样可以制造出花瓣的尖角 接下来在同一个短针针目上勾一个长长针 在这个长长针的顶端同样要勾一个尖角 也就是先勾一个锁针 之后在下方的两个辫子上 绕线引拔 这样一个花瓣一共会有两个尖角 最后在同一个短针的针目上 再勾一个三卷长针 接着勾三个锁针 找到下一个短针的针目 也就是第一圈第四个短针的针目 这里针目可能不太好找 大家可以仔细的看一下 这个针目有可能被我们之前勾的 这第一个花瓣稍微包住了一些 一定要仔细的将它找出来 在这个短针的针目上勾一个引拔针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第一片花瓣的勾枝 接下来直接勾三个锁针作为第二片花瓣的起立针 接着在刚才引拔的这个短针的针目上 开始重复第一片花瓣的规律 先勾一个长长针 接着是一个三卷长针 在三卷长针的顶端勾一个花瓣的尖角 接着勾一个长长针 在这个长长针的顶端也勾一个花瓣的尖角 最后在同一个短针针目上勾一个三卷长针 接着勾三个锁针 在下一个短针针目上引拔 同样短针的针目比较不好找 大家要仔细的找到对的针目入针 这样第二个花瓣就完成了 接着来按照同样的方法 再完成三个同样的花瓣 我们看一下背面除了刚才引拔的这个短针针目 还余下两个短针 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将剩下的三个花瓣全部完成 这里我们已经完成了最后一个花瓣的最后三个锁针 找到第一个花瓣 起立针下方的这个位置 引拔 拉紧 再勾一个锁针 同样拉紧 留一小段线头断线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一个花朵的勾姿 其余花朵的勾姿方法都是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背面的线头 起针的线头因为已经收了一圈 可以直接剪掉 接着 结束时的线头 沿着织物的纹理在背后收几针 大家可以多收几针 收好之后也剪掉多余的部分 可以调整一下米珠的位置 按照这样的方法将其他六个花朵全部都完成 接下来我们进行配件的粘合 取出发叉 按照自己的喜好在发叉上排列好花朵的位置 确定好位置之后 我们使用酒精胶来将花朵固定在发叉上 胶水可以直接涂在发叉上 也可以涂在花朵的底部 从中间的这一朵花开始 确定好位置 涂上胶水 直接粘上去 稍微按压一会儿 让它稍微固定 按照这样的方法将五朵花朵都固定在发叉上 注意酒精胶并不是树干的胶水 所以刚刚放上去时 需要稍微按压一会儿 而且之后也仍然可以 较为轻易的火动 全部粘合完后 我们需要将成品放至两到三天 让它凝固的较为牢固之后 就不容易掉落了 一边粘合一边可以调整 花朵的位置和朝向 这样法叉的花朵就全部固定好了 之后我们将它静置两到三天 再进行定型液的涂抹 耳钉的部分也是用同样的方法 先在耳钉位置涂上胶水 将花朵的中心和耳钉对齐 稍微按压一会 之后和法叉一起 静置两三天 待其粘合牢固之后 我们再来上定型液 另一只耳钉也用同样的方法做粘合 接下来我们进行定型液的示范 定型液要和水1比1稀释使用 之后用笔刷 直接沾取涂抹在花朵上方 稍微涂抹的均匀就可以 全部涂好之后 用干净的手指来调整花瓣的形状 让它显得更为灵动而自然 这里也可以借助镊子来调整细节 一定要注意等花朵和配件粘合牢固之后 再来进行定型液的涂抹和调整 否则一不小心会挪动花朵粘合的位置 这样子我们就已经完成了这一款 初见配饰系列樱花的勾编制作学习 恭喜手工实验室 感谢您的观看 想要第一时间收看更多更新的视频教程 就拿起手机扫码关注我们吧